哎呀 人哪 这个不论多大 对中国这个文化 你在中国文化成长 对家庭 对节日 对人之间的人情和来往 特别是春节这样 有着不同的感受 每到春节的时候就很兴奋 到现在我还是很兴奋 没办法 就像我说的 我跟所有外国人说 我说我不想骗你 我也没那么伟大 我最爱的还是中国人 我最希望是中国人好 所以我要灭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是来自外党 外贼叫恩格斯 马克斯 列宁 当年小时候去北京城 那个马克斯 恩格斯 列宁 毛泽东挂在那个天安门线上 那个时候他挂到这一排呢 大胡子这么长 后来发现生活中 他根本不是那个德性 都是一些疾病 都是画出来 都是假的 那时候我觉得 人家这不是长那样 后来发现没有我帅呢 现在我就把这帮孙子们 一定在中国大地上 彻底的共产主义病毒 苏维埃共产主义病毒 彻底清楚 凡是在共产主义这个字 在中国大地上都要被清洗 埋到坟里的东西 都应该给他深挖白尺 给他扔到大海里面去 把独裁 所有的独裁 所有的这些独裁 都应该把他们的坟 给他拒结起来 埋到杨改兰的坟前面去 叫他们跪拜杨改兰 终生叫他们跪着杨改兰这样的 把那些杀害新疆同胞的人 应该在新疆建一个跪拜的墓 让他终生让他们跪拜 向新疆人们惭愧 在西藏要建一个最高的山脉上 建一些那些杀害西藏的人 叫他们终生的惭愧 让苍天大地 让宇宙天穷的万神 看到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中国人要想在世界上和平 你要想真的要七个爱中国家 你就必须和西方文明世界 基督教有宗教自由的国家 必须爱人民的国家 宗教自由的国家 千里千年的和平协议 我们不会执政 但是我们一定会是一个最重要的 监督国家走向 法治自由民主信仰自由的 这样的个国体 谁也挡不住